欢迎收看行家论股 我是黄宝鑫 微城VS同一名主要客户手中 拿到的2亿令吉订单 已经步入轨道 而美国客户的订单总值 也从2020财政年的1.5亿令吉 增至2021财政年的9亿令吉 微城在2020财政年第四季 净赚幅高达6.6% 是过去四年来最高的一季 显示该公司的反弹迹象显著 丰龙堂研究估计在2022财政年 美国客户的贡献潜力可高达131令吉 此外微城正在跟五名潜在新客户洽商 根据了解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假设在拿下6亿令吉的订单 该公司2022财政年的净利预测 还能再增加15% 行家暂时维持财政预测和买入评级 目标价为2令吉70仙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